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一模一样 而主播郑凯云秀出妈妈和25岁时的婚纱长 大眼模样也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苏宗一笑说 我脖子以下像爸爸 脖子以下像妈妈 虽然苏妈妈身高不到165公分 但年轻时相当时毛钱味 穿着超短洋装时 好比例和好身材一览无遗 而修长的双腿连女儿苏宗一 都羡慕不已 主持汽车节目 且热爱户外活动的苏宗一 逢年过节就会努力说服父母 来一趟远远旅行 我很希望带我爸妈去欧美一趟 但是他们很节俭 每次只要我提议出国 我妈就会嫌出国太花钱 而郑凯云也说 我妈妈也是个金钱欢 比较保守持家的人 其实他们也喜欢出门玩 但就是会舍 不得花钱 郑凯云遗传了妈妈的好手艺 从小耳濡目染 看住妈妈做菜 也养成下厨的嗜好 我觉得我对食材算是有点概念 冰箱里有神 磨我就可以做食磨 不需要看住食谱做菜 至少做出来的也还蛮好吃的啦 郑妈妈不只擅长做菜 也非常注重健康资讯 更是女儿的碟粉 每周末来天都会守在电视前 观看女儿主持健康2.0 看完还会特地打电话 讨论节目内容的食用资讯 有时候节目上讲太快 我妈还会问 我学到怎么按 养生茶怎么煮 或是在家怎么做运动 对我来说 这也算是一种观众服务了 今年母亲节 郑凯云因为工作无法 陪在父母身边 但她认为 小顺和陪伴不应该 只局限在母亲节那一天 下次准备带妈妈去做sport式大餐 逛街买衣服 而苏宗姨则是偷摇包买机票 送父母到香港度假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 没办法请假跟他们一起去 但送他们两个一起去 让他们享受两人时光 也是蛮浪漫的啦 祝国苏宗姨一 传妈妈美腿 TVBS提供主播苏宗姨 分享妈妈年轻照 神仪传妈妈美腿经验 TVBS提供郑凯云妈妈 左是女儿节目碟版 TVBS提供主播郑凯云 又秀出妈妈 25岁时的婚纱照 大眼模样也是一个母子 印出来的 TVBS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